因為余大哥很照顧我 很疼我 所以我看他這麼難過 其實我真的心很疼 而且他前幾天來 聽說現在已經 已經今天算累倒了 余燕祺靈堂開放吊宴第三天 下午突然下起大雷雨 余湘泉跟余燕祺老公Gary 中途送飲料給外頭守護的媒體 今天也是余湘泉38歲生日 她在IG發出影片表示 去年的今天你剛手術完沒多久 身體很虛弱 還堅持跑來幫我慶生 希望今晚可以夢到你 只想對你說辛苦了我的姐姐 今年余湘泉完全沒有慶生的心情 透露余燕祺的姐妹 有人夢到她身穿白衣 因此家人為余燕祺準備了一件 她生前喜愛的擺色連身裙 放在余燕祺 看你就是傳統的那種氣法 不會 因為余燕祺的 她生前的余燕就是她要走 紀錄就好了 禮拜六的時候會開放 下午兩點到五點的時段 然後給粉絲 就是進場這樣 希望喜歡二姐的朋友 然後還有想念她的朋友們 可以來這邊 跟她質疑一下看看她 今天那個獎犬獎 那我覺得這次 我們看到一個男孩 變成一個男人的獎獎 我想這也是 這也是會覺得很安慰的地方 對任何失去子女的父母來講 這個悲傷是永遠不會結束 永遠不會過去 是我們透過時間 透過支持跟鼓勵 終有要學會如何跟悲傷合結 所以我想這次整個 願起的離開 帶給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生命教育 因為余大哥很照顧我 很疼我 所以我看他這麼難過 其實我真的心很疼 本來想說今天可以看到余大哥 但是余大哥今天在家裡收集 因為這幾天真的太難過了 雅兵姐他們都 有點撐不下去的感覺 失去了一個這麼棒的校舍 這小孩非常難過 痛的一點事情 這個關卡過不了 也許他現在就在天上 就是在保佑我們 我一直以為他應該一定會痊癒 只是讓我很錯愕 這麼乖巧這麼孝順 這麼善良 女孩還這麼年輕 真的當姐姐的真的 覺得替他非常的惋惜 在這裡也住 願起到另外一個世界啊 當天使這樣 我傳了幾次訊息給他 他有已讀 但是沒有回覆 但是沒關係 他有已讀 他知道了就好 我們的交情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已經快四十年了 看我大哥大嫂兩個人哭成這個樣子 真的不會講 大家都跟著哭了 不然怎麼辦 三個小孩裡面他是最乖的 在那個電視上 他不是有講過說 好像把他語氣一樣 說他媽媽都不關心他 其實那個大嫂跟大哥 他對小孩都沒話講 他都很疼小孩的 我有跟他先生講 換個角度看也是一種解脫 要不然你化療七十一次 如果一次好那當然是最好 如果不行 這麼恐慌會陸陸續續存在 也到另外一個世界去當天使 當然也祝他一路好走 好可憐